愿诸天欢乐 愿大地踊跃 江河拍手鼓掌 山岳鼓舞欢唱 各位教友 因为主已经驾临了 驾临我们中间了 今天晚上的外面非常的冷 但是我们的内心依然十分的温暖 因为天主来到我们中间的方式 如此的亲切和温和 任何人只要愿意弯下身来 敞开新闻 都可以拥抱它 也被天主拥抱 圣诞节不是一个holiday 是一个holiday holiday属于人类 holiday属于天主 现代的人都晚睡 一年365天 大概多一半的时间 睡得都比较晚 还好 我们教友们300多天的晚睡 大部分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 我们自己 对不对 大概只有两天 甚至一天 是为了天主的 一个叫圣诞节 一个叫复活节 不是我不让你们睡觉 是耶稣不让你们睡觉 复活节现在教会已经提前了 已经很早就举行 大概八九点就结束了 但是只有圣诞节的时候 非常的好 还保留这个古老的习惯 就是在午夜的时候 让我们正想睡觉的时候 让我们来到圣堂 把这个时刻 把这一天归于天主 白天属人类 晚上属天主 各位想一下 在圣经里边 所有跟天主的救恩有关的事 都发生在晚上 犹太人出埃及 什么时候 晚上 耶稣降生 晚上 耶稣复活 晚上 所以 而且我们所有人的 最奥秘的时刻 我们什么时候 被父母怀上的 晚上 大部分是晚上 你不用笑 就是这样啊 天主恩赐的最好的 就是属于天主的 大概往往是 静悄悄的晚上 今天晚上 让我们特别领略 天主的奥积 不属于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 让耶稣来 是天主自己 愿意来到我们中间 所以他派了很多的人 今天晚上谁最忙 除了我们 我是在圣经里边 玛利亚最忙吗 不是 若瑟最忙吗 不是 牧羊人最忙吗 不是 谁最忙 天使最忙 因为在路加福音里边 天使先到耶罗萨了 找到杂加利亚 给杂加利亚宣报 后来又北上纳达勒 找到玛利亚 给玛利亚宣报 今天晚上又跑到 又南下白了 给牧羊人宣报 宣报完了 还要唱歌 天使最忙 各位 天使为什么要到白了 刚刚神父已经给大家提醒了 我还是愿意 再增加一两个点 你们知道 耶稣诞生一千年之前 在白冷有一个人 他也是放羊的 他叫达卫 他是耶稣的祖先之一 然后也是在白冷 有一个先知叫萨姆尔 找到达卫 给达卫富有 让他做以色列的国王 所以本来是牧羊的一个牧人 变成了牧放以色列的国王 这就是达卫 所以路加特别提醒 为什么耶稣在白冷诞生 除了耶稣是达卫的后代之外 也特别强调 耶稣是将来的牧羊人 天国的牧羊人 是善目 而且是为羊牺牲性命的善目 还有耶稣也是王 如今天的读经耶稣所读的 耶稣将是和平的王 还有天使为什么找牧羊人 你看那些有钱的 有权的 有名望的 有学识的 通通都不住在白冷嘛 白冷是个小村子 耶路撒冷才是大都市啊 所以如果 我们想天主要降生 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来朝拜 尤其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嘛 所以应该生在耶路撒冷比较合适 可是没有 偏偏选择了白冷 而且选择了牧羊人 为什么像牧 选择这些人 你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 包括耶稣之前 牧羊人不是好的犹太人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记得小时候 在我们的村子里边 有很多放羊的 我跟他儿子很熟悉 有一年 我过年的时候去他家 我说你爸爸呢 他说去放羊了 我说为什么过年都不休息 他说我爸爸一年365天 一天都不能休息 为什么 因为他每天都要放羊嘛 人可以休息 羊每天要吃啊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在耶稣时代的牧羊人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 守安息日 他们每天要放羊啊 不守安息的人 是什么人啊 破坏天主法律的人 所以这些牧羊人 除了穷之外 因为他们破坏天主的法律 被人瞧不起 他们是边缘人 可是天主心中 有他们的位置 专门派了天使 把这个最好的喜讯 告诉牧羊人 就好像我们现在 有些教友 一年365天 很少有休息的时间 为什么 要工作 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要打拼 你不要害怕 也许别人说你不热心 天主不这么看 耶稣来也是为你的 他知道你忙碌 所以不用你来找他 他来找你 你神父说 耶稣如此的亲近 以至于成了我们的食粮 所以我们每次领圣体的时候 跟诞生的耶稣是完全一样的 天降神粮 血肉的耶稣 天主的爱情 怪不得天使说 不要害怕 这话是给所有的人说的 无论你现在处于生活的 什么状态 你都不要害怕 不要怕天主笑话你 或者不要怕天主忘掉你 不要害怕 抛掉这一切 天主记得我们 天主的逻辑 跟这个世界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在这个世上 你没有钱 你没有权 你没有名 谁都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在天主眼里 却不这样 所以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记得我们每一个人 把我们每个人 装在他心里 有一个小孩子 五六岁 跟妈妈来到教堂里边 每年的圣诞节的时候 妈妈给他说 这个是马曹 这个是耶稣 这是玛利亚 这是若瑟 看多漂亮啊 小孩子说 妈妈呀 是真的很漂亮 可是有一个问题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 我去年的时候 我只有这么高 今年的时候 我长这么高了 可是去年的耶稣 跟今年的耶稣 是一样的 他又不长 为什么呀 当然 我们知道 人能长 这个像不能动 不过这也提醒我们 现代人 就是不愿意做孩子 愿意长 膨胀 什么东西都要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越来越有 其实没有必要 圣诞节 恰恰恰提醒我们 一个傲计 就是我们忘掉 一个古老的真理 我们无论长多大 无论你在别人面前 多么有头有脸 在天主跟前 都是永远 长不大的孩子 所以你在天主跟前 最好不要长大 因为你越长大 你越觉得 根本不需要天主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谁最喜欢耶稣 最喜欢圣堂 最喜欢马槽 小孩子 我们大人觉得 这些有什么用啊 一看都是假的 摆设嘛 我们都嗤之以鼻 我们越大 心中越没有 天主的空间 反而是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家的小孩子 对于天主 那么的亲切和渴望和好奇 让我们记着今天的傲计 坐天主跟前 永远的小孩子 不要长大的小孩子 可以被天主抱起来的小孩子 也可以亲吻天主的小孩子